以肉还债 想吃多少都可以 来 多吃点 可我还是喜欢吃你 回来了 累了吧 还在生我的气啊 不声不响的跑去芮华面试 也没有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确实是我不对 但是 好了 我跟你说过了 有能力就上 我为什么要上你的气 生我的气没关系 可是 不要惩罚那些 一直等你回家的无辜食物 好了 我自罚一杯 向你赔罪 你不要以为喝酒就能了事 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 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 你不要以为喝酒就能了事 我只是想 和你同一家公司 这样的话呢 那就每天都可以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每天都可以见到你了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反正我去面试 我只是不想你为难嘛 现在你这个位置那么敏感 不能为任何人寻思 如果能得到其他人 甚至是董事长的认可 那 金芮华就顺其自然了 那看来你成功了 因为你得到奶奶的认可了 因为你得到奶奶的认可了 虽然 奶奶能给出建议 但最后决定权 还是在我们镶嵌的地方 我只能正式地通知你 对不起 你是在拒绝我 你就这么想见瑞华吗 我已经给很多公司投过简历 全都没有回音 只有瑞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而且你说过 董事长看人很有眼光 也不会偏听偏信 所以 很有可能 这次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可是 看来我还是失败了 你别录取了 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了 你还说 你上班是为了跟我一起 明明是为了当设计师 早知道是这么无聊的理由 我就 我就不录取你了 那就 以肉还债 想吃多少 都可以 来 多吃点 可我还是 喜欢吃你 就是喜欢开这些无聊的玩笑 好 能不能求你件事啊 你还用求我吗 什么事说吧 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那你要先告诉我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 不跟你说 什么关系嘛 吃饭吗 说了呀 咱们公司呢有一条铁的规定 董事长吩咐了 但凡是瑞华的设计 都必须明刻真情 这个不能弄虚作假 谢谢叶总监的提醒 这也是我做设计的原则 好 这里呢 就是咱们的镶嵌组了 在座的各位 以后都是你的同事 我呢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先带你去见见咱们的手机设计师吧 好 我看你们都是不想干了 暗示想跟我高惠合作的厂家多得是 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能力不足 还废话多的人 人事部都是干什么吃的 招的都是些废的 高小姐 高杰新人过来包当了 高设计师 你好 高设计师今天工作繁忙 我就不多打扰了 以后都是同一个部门 还有很多切磋的机会 现在整个镶嵌组 都在配合我做会心系列 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同事关系 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不会有机会先做的 你只要听我指导就行 在镶嵌组里 你是首席设计师 但是在消费者的眼里 他们只会为好的设计买单 而不会因为上下级的关系 影响他们的判断 很好 我拭目以待 叶总监 我们瑞华应该有全套新人培训流程 有 有 我希望下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能派上您用场 而不是只会刷碎屁子 您放心 我现在给删了 走吧 一看就是新人没有经验 做人要低调 哪有上班第一天就得罪领导的 我看呀 以后你这日子是没法混了 叶总监 我应该坐哪里 跟我来 我看 这个位置挺适合你 低调又隐蔽 省得呀 高小姐看你不顺眼 好 你之前的简历呢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既然进到了我们瑞华 那就要努力地提高自己 争取赶上大家 我们镶嵌组 是喜欢有狼性的设计师 只有最顶尖的人才 才有资格留在我的团队 你看看大家 现在都很忙 没有时间管你 你呢先做一些简单的入门工作好了 这些材料呢 是咱们公司这么多年来的草稿和设计 有一些呢都没有用了 你整理一下 把有用的和没用的都区分开 对头我检查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五分钟会会议室 开会讨论一下 最新一批设计的注意事项 好好好 知道了知道了 知道了 高姐 这个会议呢 你先不用参加了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 需要汇报的材料 先把那些资料整理一下 好 高盒入住瑞华以后 相信会很快推出新的产品 我呢也只是想提前了解 凡次的竞品情况 我可以帮你调查清楚比赛的情况 但你必须拿出有价值的东西 跟我做交换 你们自己看看 这就是堂堂瑞华珠宝设计师的作品吗 前年法国珠宝展的东西 超都超不到精髓 这是谁的 这么过时的东西拿来到夏季新品 不怕被人笑话死吗 这个设计确实 这不叫设计 这是手儿戏 再这么混吃灯死下去 我看香茜组解散得了 是是是 您说得对 但是这队伍也得慢慢磨合 香茜组不是九年义务将育 没必要包交包回 必须选出真正做设计的 和赖驴充数的 那您的意思是 我决定进行一次设计征选 即可开始三日后交稿 获胜的作品呢 可以作为夏季新品首发 获胜者可以和我一起 共同研究夏季新品 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不是说上你先整理资料吗 已经整理完了 那么多资料 这么快 我已经把资料进行了粗筛 然后再用X迈的做思维导图 这样就可以免去大家 很多无畏翻找的时间 直接按图搜索 需要什么材料 很快就能找到 干得不错 那我现在可以参会了 我现在可以参会了 去吧 可以的 主要内容我已经说完了 你们有工夫有时间 去研究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 那个 我说两句啊 高杰 这次呢 你资料整理得非常好 接下来呀 再辛苦你跑一趟工厂 现在工厂打烊的是 咱们惠心女王系列的 第一套产品 非常重要 你去监督一下现场 毕竟 这落实设计投产 也是设计师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要认真对待 千万不能出错 好 大家散了 大会儿 不是说来了一个 新的设计师吗 怎么是个打杂的 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吗 之前设计师大赛冲上评委那个 算是我们首席设计师的手下败将吧 这事你别的办法不行就把这个地方给谁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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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设计师是高辉 我来这里是了解一下工厂的打烊进度 这不是你设计的 你来干什么呀 打听进度 就是吹空期呗 我说你们这些做办公室是不是特别险 每天就知道吹吹吹 你觉得容易你自己做呗 别误会 我是刚来报到想学习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师傅 我试过好几次了 这步骤绝对没问题 这 这图有问题的 怎么制版啊 抽真空没漏气泡吧 绝对不可能啊 再试试别的办法 这次攻击延后了 我也很着急啊 师傅们的压力也很大 不是我找借口 我觉得这一次图纸设计 真的是有点问题 就连最有经验的王叔 也跟我说了几次了 说这图纸设计大不合理 太过复杂了 没法制版啊 图纸有问题 为什么不向公司反应呢 反应了 公司新来那个手续设计师高贵 人心高气傲 我没说几句 那就给我骂了一顿 骂我不要紧啊 师傅没积极性格 都不肯做 跟我怎么办啊 这样吧 你先带我去工程看一看 好 看出什么来了 主钻的旁边有些杀眼 一些杀眼 这可是很多杀眼 这要是密集恐惧症啊 连看都不敢看 工期都已经这么赶了 你看这儿图画的 千马行空嘛 这怎么做呀 所以公司派我来协助您 我不是来催工期的 而是跟您一起想办法 看看怎么解决眼下的问题 还说不是催工期 得 又来个不懂行的 喂 王师傅 收起你的臭皮剑 这是公司小余总 过来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 确实 这枚戒指呢 跟普通的戒指不一样 有一些繁琐 可是常常也说了 您是我们工厂里 子底最深的老师傅 这区区一点的创意 就会难倒你吗 你说得真容易啊 那你自己做一个 我看看没 要不然 让我来试试吧 我是新来的设计师 手艺自然比不上师傅们 可是如果我能做出来 相信经验老道的师傅们 肯定做得更好 小姑娘 你这口气可真不行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一下 你要是能做出一个成模来 我们保证赶上攻击 师傅 说话算话 算话 师傅 几乎看不到傻眼啊 还有这个 背面看不到的地方 也很惊喜 哥 还真有两下子 魏华的设计师里 我还没见过几个像你这样懂工艺的 我外公是经营系工工匠 从小我就看着他做 对这些特别有兴趣 汪哥 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做出来了 还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那是自然 对了 你叫高杰 这样 你就在工厂帮我师傅们 直到样品完成吧 是 小余总 喂 喂 我跟你说啊 香茜总有派了个小姑娘过来盯着 还挺厉害的 这事不太好弄啊 你就按我说的做 小心点 不要让她发现了啊 行行行 放心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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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